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1年2月24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郝海东对我前两天那个视频 他大发雷霆 昨天有网友告诉我说 美姐 郝海东在路大脑的那个节目里面 大骂你 骂了整个的节目 然后呢 我去看了一下路德访谈的节目 看起来他这期节目呢 好像是诚心是对待我的 因为郝海东夫妇两个人一起上镜啊 而且在他那镜头里面 他们两夫妇呢 占据的是一个主要的画面 那我就把这个视频呢 我看了一下 路德访谈呀 一贯是又臭又长 我就看前面看了20分钟吧 这20分钟里面主要是郝海东大骂我 郝海东在那主骂 然后呢 叶昭影在那附和 那路大脑袋和那个女的不知道是谁 也跟那摔风点火 路大脑袋呢 他们主要的内容 他是想说呀 上回我给大家放出来的那个录音 他说那个录音是共产党剪辑的一个录音 然后那个女的呢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呢 他小的时候什么 参加合唱团录制一个歌 说那歌呀 唱了好几十遍 到最后拿出来的那个录音呢 他就觉得说好像都不是我们任何一次唱的 说他就是通过剪辑 说剪辑呀 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剪辑 就是完全都是你讲的话 你原因 但是等剪辑到一起呢 就是完全不同的节目 完全不同的内容 他就想说 上一次我在视频里面放的那个录音呢 就是通过一个字一个字剪辑出来以后 污蔑郭文贵和郝海东的 说那个是编故事 那个说实在的 那个不是我弄的 我是在网上看的 我在网上就从谁那看的 我都在这呢 我就不说了 我就不说了 好吧 但是呢 那里面的内容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 我上一次的那个节目 应该是15号的一个节目吧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节目 你去看人家的内容 你看他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剪辑在一起的吗 他那节目就是第一句话 郭文贵就跟那说了 郭文贵说你这个态度很诚恳啊 一直很坚决啊 说我们那个颖妹妹 也愿意为新中国联邦开辟新时代 这里面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剪辑出来的吗 这些不是郭文贵说的吗 这几句话我相信他都是先后顺序 都是这个顺序出来的 那接着就是说 说我们建立新中国联邦啊 说到那个时候啊 咱们就可以募捐了 那这些是剪辑出来的吗 我不认为这是剪辑出来的呀 难道郭文贵在其他的地方说了一个咱们 说了一个募捐 然后拿到这儿来的吗 对不对 然后就说咱们GTV上面啊 咱们搞即时直播 每小时咱们100块美金起价 这些都是剪辑的吗 说咱们搞个百八十亿没问题呀 这些都是剪辑的吗 我相信以上的这些内容都是一气呵成的 完了以后呢 还说说新中国联邦不打网语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不打网语 说话算话什么的之类的 说今天这个录音啊 就是一个见证 就是历史的见证 他自己说的历史的见证 以上的这些话 哪一段是剪辑的 哪一段是剪辑的 他们陆大脑的这个节目里面 自始至终 他就是说这个录音是剪辑的 但是他并没有说 哪一段是剪辑的 好前面这个是呢 郭文贵说的 紧接着这个郝海东就兴奋的不得了 说我靠 发财的机会来了 这是剪辑吗 郝海东说这话 是接着郭文贵那话说的吗 他们在这节目里面呢 好像的意思是说 不是同一段 说是第一段是在他们说 Sara的问题 然后第二段是他们在 录达脑袋的节目里面的一个 访谈的时候说的 你们最好是说清楚 哪一段是那时候说 哪一段是这时候说的 为什么他们两个是接着的 因为你郝海东就说 哇靠发财的机会来了 说战友们把钱都准备好啊 我也练一练 然后又说呢 百八十亿是吧 这百八十亿是美元啊 别美元咱们凹元啊 那这是不是接着那个 你们是不是说的是一个事 对吧 怎么见急的 又说明白一点 让我们也清楚清楚 因为这段录音 我也是在网上看的 你要是觉得这里面是假的 对吧 我也愿意去find out 我也愿意去查一下 我看到底是怎么会 或者你把原因 你发给我看一看 提供给我 私下的提供给我也行 我来看一看 你们底下是怎么说的 或者你们原话是怎么说的 怎么剪辑到一块 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好 这是关于他指责 那个录音呢 是剪辑的 我不认为是剪辑的 没有人可以一个字 一个字的剪辑出来 这么一段录音 那你光贵得说多少话呀 剪辑到一块 能成为这么一个 对吧 就是说用剪辑的方式 出来一个新的内容 这个从技术上 做得到做不到 做得到 做得到 但是反过来不成立 不是说所有的录音 都是剪辑的 这是两码事 不要偷换概念好吧 这是一个逻辑问题 如果你逻辑上 想不通的话 回去想 补脑 然后就来了 这个郝海东啊 我看了20分钟 这20分钟里面 郝海东都是在骂我 都是在骂我 这个露他脑袋呢 一开始啊 他还放出来 他点出来几个 这个自媒体 其实这里面还没有我 他点出来有三个男的 然后郝海东 这开始发言 郝海东说 你说的这几个呀 都是男的 最要命的就是一个女的 他叫韩梅视角 郝海东呢 就接着就开始骂我 他为什么骂我 因为我那个视频 我评价的内容呢 戳到了他的痛处 他呀是一个运动员 运动员其实挺在意别人 说他们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他们很在意这个 因为他们就四肢发达嘛 然后通常人们就是歧视 说他们头脑简单 但是我没有歧视啊 我没有歧视 我说是郝海东 确确实实的是 头脑简单 因为我在上个视频 已经都说了 你郭文贵召集你们 成立一个新中国联邦 然后他现在又说 哎呀到我们新中国联邦 成立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募军 然后募个百八十亿 没问题呀 到时候我们好日子就来了 这样来忽悠你 你郝海东是为什么呢 郝海东 你不是要追求 建立一个没有腐败 没有一言堂 讲求民主 一个清洁 联名的一个新中国吧 你是追求这个吗 你还是追求说 到时候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还是追求一个 到时候你发财 你到底追求什么 那我就是把你想的太好了 我就是以为 你是追求一个 非常高尚的 联名的一个新中国 那光贵 现在给你描述的 绝对不是一那么一个 所以我就说你 头脑简单 被光贵就带偏了 就带着去发财去了 你还不是头脑简单吗 这个郝海东呢 在这视频里面 举了一大堆的例子 来说明他头脑不简单 他说他小时候啊 说了好多他做的事情 从几岁就开始啊 就倒卖烟啊 从他老家搞了一批烟 然后沿途呢 就开始倒卖 然后到了学校以后呢 已经就是挣了好多钱了 把路费挣出来 还不说生活费 可能都挣出来了 然后呢 他还倒卖衣服 还倒卖出国名额呢 他曾经说搞到 两个出国名额 然后他给他卖掉一个 就挣了很多钱 然后他还炒股 他说他买那个 招商银行的原始股啊 说二十多年 他挣了很多很多 就说他说了好多 他挣钱 说他十几岁呢 已经是给他家里面 挣钱买车了 说他家里面 他父母的那车呢 都是他给买的 从一个什么车 反正一直到奔驰 最高级的车 说都是他给买的 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脑袋关很好使 你凭什么说我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呢 你还没 他是想说这个意思 那我反过来说 你好海东哈 你在这二十分钟 多了我没听 我就听了二十分钟 在这二十分钟里面 你好海东在这里面 你给自己惹了三个大麻烦 你惹了三个大麻烦呢 你知道不知道 第一 你诽谤我还没 你为了过嘴瘾 然后呢 你口口声声说 哎呀咱们不骂人 是吧 好你不骂人 可是呢 你诽谤 你造谣 你说我编故事 我没有编故事 我编什么故事 我就是说你们那个视频嘛 说你们那段录音嘛 我编啥故事了 但是呢 你好海东 你编造谣言 我都看到了你编造谣言的效果 那些蚂蚁们在那留言 他们都相信了你说的话 好你编造什么谣言 你来污蔑我呢 第一 你干什么说 你叫寒梅视角 你就是公寒生不了孩子 说我公寒生不了孩子 你连功课你都不做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寒梅是谁 你还有一个美丽的误会 你以为我还没比你好海东 那小很多 你口口声声的说 我倒卖烟卷的时候 我给我家里人买车的时候 你还尿床呢 你还穿直尿裤呢 言外之意呢 就是我年轻啊 对吧 我感谢你 好海东 好海东是70年出生的 我是65年出生的 他以为可能我是80号 非常感谢啊 这个美丽的误会 说明我显年轻 太感谢了 好 就是说你说我公寒生不了孩子 这是奇异 这出哪来的 你就不能造眼 你编造了这么一个事实 公寒生不了孩子 陆大脑袋在这里也造眼 陆大脑袋说我什么口寒梅毒 然后什么什么的 这个梅毒这件事情 是之前有一个隐姓埋名不出面 指出声音不出形象的那么一个人渣 他造的这个谣 然后就被郭文贵这些锅蚂蚁们 大肆的宣传 现在呢 好多人一提起来 我就说什么梅毒 好像我就得了梅毒了 你知道吗 他们就指责我得了梅毒了 陆大脑袋我告诉你 你这也是给你自己惹来麻烦 这个郭海东你就惹来麻烦 郭海东好像没有顺着说梅毒 他说公寒啊 这是你造的一个谣 第二个谣就是 说是从共产党那收钱 跟共产党什么 赔睡赔吃赔喝 郭海东造谣 这是你造的第二个谣 赔睡赔吃赔喝 你跟我说清楚 我跟谁赔睡了 我跟谁赔吃了 我跟谁赔喝了 你给我说清楚 然后接着还说什么 说我编故事 我刚才已经说了 说那个我编故事 我怎么编故事了 这个我不跟你理论 那个音频不是我的 然后又说什么呢 说你为了跟共产党 拿点小钱吧之类的 出卖自己的良心良知和身体 郭海东你给我听清楚了 你给我听清楚了 这里面的关键词身体 你给我说清楚 我怎么出卖自己的身体了 这是郭海东造的第三个谣 第三个和第二个是一样的 然后他又给我造第四个谣 他说我踢球 我踢球多厉害啊 我踢球很厉害的时候 你还在尿床呢 你还在穿纸尿裤呢 说我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我多厉害呢 那个球对不对 我都能踢到那个人 他说了个什么 我就忘了 就说他踢球很厉害啊 他说你能做得到吗 他要跟我比赛踢球 我能跟你比赛踢球吗 然后他就说了 你走路都胜拐 你还别说你踢球了 郭海东 第四个谣言 我走路顺拐 我啥时候走路顺拐了 对不对 我现在我也就不是一个 代价的一个大姑娘 对吧 如果我是一个圣女的话 就因为你这句话 我就剩下了 我就找你赔偿 我怎么走路顺拐了 你在这个视频里面 你在这二十分钟这里面 你就造我四个谣 诽谤 这个是绝对是实锤 这是你造的谣 你收不回去了 但是呢 一般的来说 我不会跟你打官司的 但是我保留这个权利 我可不说我放弃这个权利 我保留这个权利 这是你给自己惹来的第一个麻烦 那第二个麻烦 就是你对和郭文贵两个人行骗 你供认不讳 其实我在上个视频里面 我已经都说了 说你郭海东 你就不聪明 你不要跟着郭文贵 跟着瞎哄 郭文贵搞的那个模式 他的祖师爷是谁啊 他祖师爷是班农啊 他的这个模式和班农 那是一模一样 你要是想不明白郭文贵这个 他是犯罪的话 你就想班农 因为班农已经被抓了 虽然说他现在被特赦了 特赦无罪 不代表着你那行为 不是犯罪 明白吗 如果班农 他做的那些事情 为建墙而捐款的那件事情 是诈骗的话 那你郭文贵这就一样啊 就是对班农 他们那个团伙 起诉的那个罪名啊 一样可以起诉郭文贵 这个团伙 那你郭海东 你本来是个受害者 上一次我就说了 你不要往那里头去扎 你不要你把你自己 搞成跟郭文贵是个同伙 你要说同伙 因为他是那么说的嘛 他说兄弟们把钱准备好 然后呢 把这些钱都转移到 郭文贵和郭海东的兜里面 百八十亿 对吧 装到他们兜里面 那你可郭文贵 你可就是同伙了呀 如果在上个视频 你还只是 你无意当中说的那一句话 太兴奋 那你今天 在这个视频里面 你郭海东 给你自己的罪证 你坦白了已经 你说什么 你说 我们就搞这G系列怎么了 我们就愿意把钱给郭文贵 郭文贵啥都骗我了 我都没认为郭文贵骗我 叶昭颖说 对 郭文贵根本就没有骗我 后来呢 叶昭颖还说 说你们这些人呢 就是帮着共产党 就属于那种 让别人卖了 还帮别人数钱的那种 特别讽刺 这叶昭颖 真是没脑子 头脑太简单了 说我们被别人卖了 帮着数钱 共产党把我卖了吗 我帮他数钱了吗 对不对 可是你们两口子 被郭文贵卖了 还帮着郭文贵数钱 你自己也把钱搭进去了 你要不回来 现在你被郭文贵 带到沟里去了 郝海东两口子还说什么 说 第一 我们愿意骗 这个我们不管 你们愿意被骗 这个我们不管 第二 这个浩海东说呀 他是管理者 他在郭文贵的这个团伙当中 他是管理者 他不是受害者 他说他不是受害 当然 他是一身两绝了 对吧 一个是他受害者 因为他拿出钱来了 第二 他是管理者 他自己说的 他是管理者 那你要是管理者的话 那你就是属于郭文贵的这个团伙 就跟那个班农的那个团伙一样 班农的那些人 其实那些人 其实还没有行骗呢 那些人 所有的参与的这个管理者 都是同伙 都是同伙 那你好海东 你今天 你在这个视频里面 你自己承认吧 你说你是管理者 你承认吧 你说你傻不傻 你说你头脑简单不简单吧 好 这是第二个方面 体现了你这个头脑简单 你闯下大祸 今天 这两个祸 第一个 还没如果追究你这种诽谤的民事责任的话 你准输 因为今天都是你说的话 我已经给你下载下来了 我就连那些小蚂蚁们 留的言的都是罪证 那小蚂蚁都信了你说的话了 我要跟你打官司 以准你说 这是你第一个 你给自己惹下来麻烦 第二个麻烦 就是你在美国 你和郭文贵两个人 你是同伙 美国 美国FBI 他们在查郭文贵 你不知道吗 将来美国如果是起诉郭文贵的话 他有可能把你揪出来 有可能追究你的责任 美国可以要求西班牙引渡 把你郝海东引渡到美国 你是他同伙 美国现在不弄郭文贵 谁都知道为什么 就你这个郝海东 你傻了吧唧呢 你往他身边靠啥呀 好这是你给你自己惹下来的第二个麻烦 一个韩美日民事案件 一个是美国的刑事案件 你说你麻烦大不大 好第三个麻烦 追究你就是麻烦 不追究你 反正也不是麻烦 很有可能不追究你 第三个是什么呢 你坦白了 你在中国当运动员期间 你所做的那种非法经营 你倒卖烟卷 你倒卖服装 你自己还让你舅舅 批发点布料 花80块钱的成本 做成衣服 然后你卖好几百块钱一件 你说你一天你就挣3000块钱 那都是20年前了 然后你还倒卖出国指标 你就得到两个出国指标 你卖掉一个 这都是你坦白的 这都是违法犯罪 你说你麻烦大不 中国政府可以追究你这些违法犯罪 但是我估计中国政府不会追究你 追究你的可能性不大 就像我还没追究你的可能性也不大 中国政府追究你的第三项也不大 但是美国追究你的可能性很大 很大 现在郭蚂蚁啊 就有好多人 FBI就找他们谈话了 那陆大脑袋绝对找他谈话了 这都是同伙 陆大脑袋绝对是同伙 但是你现在你郝海东 你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你还望里愣蹭 你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利益 你还愣往里蹭 你说你傻不傻 我就问你 你举那么多例子管什么用啊 你当年你倒卖这个赚钱 倒卖那个赚钱 有什么用啊 你就事论事 你说你这事你傻不傻 你蠢不蠢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你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愿者 感谢您的观看